每一天都在不斷的掙扎 自我對話 每一天都想放棄 每一天都想要訂機票回台灣 比賽很有信心 可是比賽下來的成績不理想 壓力也蠻大的 開始信心有一些下降 那個時候甚至有想說要去找心理醫生 想一想都會流眼淚 我的個性很固執 很倔強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可以克服這些困難 別人覺得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就會很想要去做到 我一直覺得我自己的狀態 還沒有到達最頂峰 剛開始一兩年我都是 一鳴槍我就是衝 游泳領先 腳踏車領先 跑步爆掉的那一個 鐵人三項連接起來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你要夠風 你要很勇敢 犧牲掉很多玩樂的時間 我就是想要做一件很不一樣的事情 強迫自己 必須要把這個賽事做好 否則可能就沒有下一次 謝謝 倫敬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